小狗子陈皮带你每天做题 在考取法国驾照的道路上 祝你一臂之力 加油吧伙伴们 去做题了 第十一题 题中问现在超车有风险吗 我们选择 前方的公交车呢 开右闪灯 表示停车 有乘客上下车 同时也会有人从车头 突然出来横穿马路 所以这个时候 我们如果想超车呢 就要减速慢行 把脚放在刹车上 随时准备 有人跑出来 我们就刹车 缓缓地从公交车旁边 超过去 那如果有耐心呢 就停在他后面 等等也可以哦 关键词 迪巴西 超过去 后排有两位乘客 没有系安全带 但是我系了 我有什么风险呢 答案A 朋友19岁 我可能会有被罚款的风险 答案B 朋友15岁 我可能会有被罚款的风险 答案C 扣分的风险 答案D 和驾照说再见的风险 C和D呢 都太严重了 这个不至于啊 我们不需要选 答案A 19岁的朋友呢 成年了 所以做后面不借安全带呢 也不用罚我 但15岁的孩子 未成年 那么 责任我来付 罚款我来交 我们答案选择 B 关键词 unamonde 罚款 13题 大麻的效果是会导致视觉感知改变 也就是眼前晕晕乎乎吧 是的 选择 we 题二问呢 是会导致警惕性下降吗 是的 同样选择 we 这道题选择 A C 有ganabe 大麻这个词呢 题中没有否定词 那么选we 就都对了 这种题呢 不会绕弯弯 坑也不会探深 直接选就好 关键词 ganabe 大麻 十四题 在城市中 对比紧张驾驶和正常驾驶 燃油消耗量会增加多少呢 这道题实在看不明白 那就只能记住 百分之四十咯 也没什么好解释的 那开车紧张 总急刹车 或者重启车 都是很好油的 所以多 百分之四十 也不奇怪咯 关键词 une conduit nervös 紧张驾驶 第十五题 这道题问我 可以从右侧超车吗 我们选择 we 首先我们看到 前面的两块大路牌呢 已经分好路了 而且地上的线 也是画好的 左侧白色的车辆呢 是去往 另一个城市的路上 而我和他去的地方 不一样 所以呢 在这里不存在 右侧超车违规的状况 我们都在各自的方向上行驶 而且他也没有开 右侧车灯 需要插入的意思 所以我只管 开过去 可以的 关键词 debassi 超车 第十六题 这道题问 开车门用哪只手更安全呢 我们选择 右手 因为用用手 开车门呢 我们会转过身来 大概可以看到 眼前180度的范围 也就是盲区 你也观察到了 同时扭头 看后面 也是可以的哦 如果有车辆 或者行人要过来 我们就稍稍等一下 再开车门 这样最安全 关键词 debassi 右侧 第十七题 在这种堵车的情况下 我和前车 留出来的安全距离 在行进时 和停车时 可以吗 我们都选择 v 理由就是 能看到前车的后轮胎 就可以了 堵车的时候开得慢 我们也要和前车 保持一定的距离 只要记住 看到两个 后骨骨 就对了哦 这道题选择 a和c 关键词 le不松堵车 Je ser à droite et je ralenti Réponse a Je ralenti et je ser à droite Réponse b 第十八题 看视频 左前方呢 有施工人员 题中问先向右靠 再减速 还是先减速 再右靠呢 当然先减速 再向右边靠拢了 这道题呢 一般都是先减速 后靠边 所以如果看不懂题 我们选答案的时候 就选 Halentir 在前 Cher 在后的选项 选择 b 但最好看懂题啊 要记住关键词 关键词 Halentir 减速 Cher Chalon Laide au freinage 第二问 那这个系统必须和RBS防BOSS制动系统结合使用吗 RBS呢 是避免刹车BOSS失控以及失控前减少刹车距离 提高车较的安全性 AFU是在紧急情况下增加刹车的压力 所以提二选 A 配合使用 是对的 关键词 AFU 紧急制动辅助系统 ABS 防BOSS制动系统 第二十题 提一问 新的后视镜会减少盲区吗 我们答案选择 是的 第二问 会使汽车变形吗 我们也选择 没错 新款的这种凸面后视镜 它以平面的比较呢 会让司机的视野更为的开阔 但同时观察物体的成像会变小 这种凸面镜观察到后方更多的物体 也就是意味着减少了盲区的这个范围 但由于物体变小了 所以会不同程度的造成距离上的一个错觉 也就是你看到这个汽车会有一点点变形状 很显然这种凸面镜呢 它不是百分之百 很完美的一种后视镜了 所以大家在选择后视镜的时候 记住选择适合自己的就最好了 关键词 Hé tout viser 反光镜 Hé dur 减少 Deformé 使什么什么变形 感谢大家点赞加订阅 明天我们不见不散 爱你哟